着上组合体着陆月面 现场响起了热力的掌声 长河六号着上组合体 已经成功地着陆在月球的杯面 这是继嫦娥四号成功着陆月面之后 月球杯面再次迎来了中国的航空气 发动机开机 动力下降开始 着上组合体转缓速下降模式 此后通过视觉自主避障系统 进行障碍自动检测 利用可见光相机 根据月面明暗 选择大致安全点 在安全点上方100米处悬停 利用激光三维扫描 进行精确拍照 以检测月面障碍 最终选定着陆点 开始缓速垂直下降 现在已经是距离月面的高度 大概是30米左右了 主要是为了保证着陆上组合体 最后可以平稳地降落到月面 着上组合体 着陆月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